功能來說,如果是正常溫度,24度放下去,我的冰袋 可以將你降到9度,2小時降9度 然後就維持大概8個小時 8個小時不是9度,9度,10度,11度,12度,3度 但一瓶,如果是12度,3度,15度,六度,都是冰度 20度才是常溫 如果你的冰袋冷凍放下去,通常你從雪櫃拿出來,是恆溫的 雪櫃恆溫是4度,通常是4度,你可以去檢查 等到我的冰袋,1小時,差不多近乎0度 即是將溫度再斜低,不過不會低於0度 低於0度就不得了,我就去雪櫃 所以你懂得利用它,你有很多功能做到 很多功能 那麼能源怎麼來呢,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手機來說,你也知道每天用不了充電 我們沒有電,就是充什麼呢? 我們靠濟冷,我們充濟濟冷 因為我的能源冰袋,大家用的冰袋來說 通常你們會覺得,一定買些冰種 買藍色冰種 人的思維來說,冰種是否越大塊越冷 大塊大塊一點,多一點就冷一點,長一點 但我也有冰種,我的冰種大概是10mm薄 不會厚的,10mm薄 10mm薄 在它的薄之中來說,因為我來到它均衡濟冷 因為冰種來說,你放了下去,黏著冰種那塊 那塊東西就會冷一點 不黏就不冷的 但我不是的,我是均衡的 你放滿它的話,罐罐一樣冷 相差是很少的 變成是否非常環保呢 而且你不需要等冰種下去 因為我的袋本身已經有了 因為我是超薄的 已經是個袋周圍,就好像一個電冰箱一樣 它有一個壁,壁來說是隔熱的 我們這個袋也有的 但我又有製冷 製冷是一個很薄的冰塊 這個冰塊可以放進去,可以抽出來 即是你摺在它,等到冰櫃裡 冰在冰櫃裡,冰在冰櫃裡 冰櫃裡,冰在冰櫃裡 冰櫃裡一晚而已,每天都用八小時 是這麼多,是這麼簡單 簡單也是這麼簡單 摺在冰櫃裡,拿出來就可以了 晚上回來又放進去 摺在冰櫃裡,拿出來就可以了 日以繼夜,你每天都這樣用 用多久啊? 你有六十年命,它跟蹤你六十年命 它的製冷功能是零故障的 是不會壞的 除非我的製冷板,液體沒有了 或者你弄爛了它,漏掉了,沒有了 如果有在那裡的話,永遠有限 你的袋子用爛拉鏈,你就收補一下 通常是爛拉鏈的,袋子很少爛 線路掉了,你便亂回 通常我有些用家來說 用了十億,都還在用我的冷原冰櫃 他說這件事很容易用 過往呢,可能它用了幾十個冰袋 都是一般的冰袋丟的 但是用我的冷原冰袋當作沒有 我本人來說,自從發明到現在 我家的雪櫃都有十個八個 到現在都是那些冷原冰袋 而且是初版 如果將我的簽名,拿出來賣,是一個文化 那件事值不值錢 這個冷原冰袋的能源就這樣來了 其實很簡單 我還有發明的 我很好奇的問一下 現在天氣這麼熱,能源冰袋當然是非常恰到很全 每個人都需要冰,每個人都需要冷的 那昨天就這個神狗就升上太空 我們的女兒太空人,也都拿了Honor 陳博士剛才都說過她在國際上的Honor 我很好奇,能源冰袋可以冷的東西 或者可以保持一些東西在冷的狀態 那我們可否人都可以保持在冷的狀態 可以穿衣服嗎 當然,絕對可以 我便有冷氣衣服 我的冷氣衣服,你可以用三個小時 如果我多給你的制冷板 你會全天都冷 不過在這樣的溫度就不要穿 因為在這樣的溫度穿,怕你會被感到 不過真的有太陽散,大概是二八三十二度 二八到三十幾度以上,你穿得對 例如二十四五度的溫度,今天下雨才不要穿 那件冷氣衣服來說,有一個好處 你穿著也好一點,幾熱也好一點 還有一個好處,是不濕的 是不濕的,不會有濕氣走出來,身上沒有 是乾的,穿下去,但穿著它是涼的 不過這樣,頭是熱了,身上沒有 身上就冷了,頭也熱了,留在這裡 可以用在假髮上 假髮,如果要做這樣是完全可以的 我可以說,我已經開發了一隻出來 不是假髮,是幫人的,尤其是發燒的人 我太太用過了,我全靠她 我太太可以做一道去看醫生 譬如你在晚上發燒的話,要這樣做 你的家裡是降溫的,有什麼就是退熱貼 退熱貼是不舒服的,用完之後一次就丟了 我有一個就是二十四小時會冷的 即是放在頭上,你整晚都不用擔心 二十四小時會把你的溫度降 即是你放在額頭上,記住數十五下 即是十五秒,即是像神九發射 數幾多秒,一數到第十五下 你會發覺,涼漿漿漿的,冷氣出來 但問題是不會不舒服的 一塊布來,放在額頭上 但你的額頭會涼漿漿漿的 這樣把額頭發燒的就對了 所以這件事來講,我們叫做開門口 家裡放一件都可以的 誰都不知道,突然有高溫 例如發高燒,就用它拿去用 例如固定手,傷到發氣,怎樣 拿出來包熱它,好處在哪裏 它不會濕,不會濕,變成沒有風濕 這樣就存在,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之好 用濟漾方面來說,其實有很多東西可以開發出來 如果是造成床褥的,冷氣都可以… 有個大兵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想做床褥是完全可以的 不過問題是做床褥來講 因為它的時間是有限的 比如三個小時這樣說 你的床褥是涼漿漿的 不過是那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你要換的 你要睡覺,你要睡一晚就不行 不過如果三個小時令你涼漿漿 睡著了,你都不起床了 起床的時候已經乾了 所以這也是一個好的人 可以的 阿博士,可否分享一下 你初初為何可以想到 整個能量 能源兵袋或者能源兵這個概念 有甚麼誘因或者有甚麼突然靈感 呂神出戀 所以有一樣東西出來的 可否分享一下 可以,絕對可以 其實在外國人下 通常都叫我甚麼呢 叫我做troubleshooter 甚麼叫troubleshooter 即是有麻煩找他 有些東西解決不了找他 我這件事也是解決不了找我的 我在加拿大一個客 他跟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合作 現在這是我一個大客 做了二十多年的生意 他跟我說他叫我做Jackson Jackson,這個AI有個問題 那些冰呢 因為客人喝了汽水 每個人都要加冰 空姐就是推冰出去 不到多少行的冰 就用了水了 怎麽辦 有甚麼辦法令到我的冰 不要快溶 那我就問他 那你怎樣處理你的冰 他就把實情告訴我 怎樣處理你的冰 說有個冰兜 怎樣怎樣做 但有很多冰下去就算是冰 放很多冰下去 浪著冰 那冰都會溶的 怎麼搞錯 因為這個原因 我知道之後 他寄了那些東西給我看看 我在現在的辦公室 我就坐在那裡 有時候你叫我 我老爸 我都不記得 不記得甚麼名字 我真的定了營 定了營 我就看著那件東西 讓我坐在15分鐘 定了營 誰人經過都不聽 15分鐘我就這樣讀了 為什麼我定了營 因為那段時間 我正在組織一個theory 理論 程序化了那個理論 如果我用這個方式 我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我即時就回廠 找一些銀行專員開會 我剛才跟他說了 再重複一次 他不知道我做甚麼 做完之後 那個辦就做出來了 那時候我都非常有信心 我是沒有測試的 我整個辦就扔了去加拿大 他就送了給一個航空公司去測試 他怎樣測試呢 他當然給我的信息 令到我很驚訝 很驚訝 他就一樣用回他的冰 又用我的冰袋放在這裡 同樣等每個地方等兩磅兵進去 就stay他那裡多久呢 兩個小時 解決問題就是 功能好不好 是看他用多少冰 用了多少水 在他們的航空公司那裡的方法 就用了590毫升的水 而在我林寧兵那裡 是用了30毫升的 行啊 30毫升和590毫升 即相差20倍 我這一刻就很好奇了 又再試一下 將兩磅兵放在車尾箱裡 又是同樣一個方法 不過就不用阿拉斯加的方法 即是用林寧兵來測試 我一塊大的冰在兩磅裡 就等到林寧兵裡 就放在車尾箱裡 你知道車開車 最熱的位置是車尾箱裡 太陽曬著 拿了十個小時 從一個地方拿到加拿大 進去到哪個地方 十個小時 回到家 打開那個林寧兵 那些冰還在那裡 當然用水 但是那些冰還在那裡 它很驚訝 跟我說之後 現在阿拉斯加都在用我的東西 我看到這個情況下 我沒理由這件東西 只是給你航空公司用的 我一轉是民用的 我開發了林寧兵袋 當初是給飛機用的 然後我們拿出來賣 後來我將它鑽化成一個用品 很厲害 鑽化用品很厲害 即是一出街 就已經我們從事 那時候 就是這樣成功了 這就是我的林寧兵 講到這裏來講 我的東西是差不多 除了飛機說發明之外 你知道人生有很多階段 因為我是一個很有創意的人 在那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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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個階段 到今時今日 我就在做另一件事 就是叫做作曲前詞 那作曲前詞 都是講創意的 是嗎 我可以做一個正常 這個陳博士 不單只是一個創意人 亦都是一個歌唱家 業餘歌唱家 因為我曾經何時邀請陳博士 因為我家鄉是邵慶 我和邵慶那邊都比較熟 邀請他發揚這個愛鄉愛國的情賣 陳博士創作了一首非常優美的歌 叫做《笑港風情》 亦都找一位女歌星歐慧玲合唱 我都聽出語遊 到現在都放在YouTube那裏 點擊率得非常高 不如讓陳博士分享一下 他現在又另一種創意的階段 是怎樣的 人生真的有很多階段 到今時今日 我在所謂的事好上 我也不知道是 去到人生後面那一段 才發覺自己可以有天衝 去寫歌 寫詞之類的 我跟歐克林小姐寫了幾首歌給她 將會出新電 將會在7月18日有一個演唱會 她們唱的歌全部都是我的歌 叫做《未來金曲唱今宵》 即是告訴你 是未來的金曲來的 是今晚唱的 我的歌唱下去 她是越唱越有味道的 是非常之好 我本身來說 我又沒有學音樂不成的 我沒有原種學音樂 我小時候讀書都不是有音樂的 但我自己又喜歡智行的 很多智行的 創意來說 除了這方面 其實我都有些威衰爺的 1986年 你知道這個世界做電腦 最有錢的是誰 是戴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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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來講 我不會寫的 但是我有些設計頭路 那時候全香港都沒有用電腦 我是開始用電腦 是處理我的出口訂單 是戴茨 那些客人來到香港都覺得很驚 美國人 你這兩個是甚麼來的 我說電腦 我做甚麼 我處理你的訂單 他們很驚訝 到現在來說 我都在用我的軟件 處理了萬多張訂單 是1986年開始 到現在非常之好用 包括有些叫做船路集裝的方法 我的職員沒有電腦 每個人都叫雙手不做事 但有電腦之後 用到我的軟件 非常之好用 非常之清晰 你需要甚麼報表 電腦是否產生出來 香港在這十多年才開始 但是我是第一個 在1986年我已經開始 而且我是設計 我那時候就想著學寫編程 寫program 但我看到寫program 很牛鬥 就是木木叔叔 木木獨道 不喜歡跟人聊天 我就不喜歡這樣 你知道我一跟你聊天 我都不用power point 就是順口開河 甚麼都可以說 就是因為我不寫program 我寫program 我不會跟你們說話 我腦袋就埋頭苦幹 想program 所以我就做了比較高檔 我就做設計師 我設計一個軟件 設計之後我可以這樣做 就請一個program 我坐在我旁邊 你怎樣做 就這樣說 等於一件衣服 我找個裁縫回來 你跟我裁 你跟我裁 跟我裁 什麼款式 我告訴你 我設計之後 他去裁 那個軟件也是 他跟我裁 寫 寫出來到現在 真的那個軟件 幫到我賺到不少錢 這些來講 那時候是沒有人有的 我有沒有學過電腦 我也是沒有學過電腦 我也自己沒有 不過那時候 那時候的電腦 最初那時候是用二八六 二八六之前 我們用什麼word star 用kel star 我想這些在座 這年的人應該認識 用word star kel star 我們用到滾瓜難熟 然後用lotus Lotus one two three 自從Excel一出 Lotus 我們就知道死定了 Microsoft Word一出 我們就知道 Word star沒有去玩 我們不斷追 追到今時今日 就是這樣 Microsoft 所以就以前那個 Lotus Word star Kel star 我們用過滾瓜難熟 都說 哎呀不行啊 你的command不夠用 那時候我也是這樣 不得是自學 我們一對著電腦 分分鐘 現在的年輕人 對著電腦 三四點鐘 都不睡覺 為什麼 為打球 打遊戲 那時候我對著電腦 三四點鐘 都不睡覺 是為什麼 是為學電腦 怎樣用那些command command 就是這樣用 怎樣做 一條很好的formula 出來 我是經過這些路程 這些我不懂 例如電腦 我又未學過 發明我未學過 創意又沒得學 歌又沒得學 音樂又沒得學 但我又做到 為什麼 真是完全不理會 是不是 你的音樂 是否有